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而除了医师人员、警消等 为第一线工作人员外 公所领贵服务的人员 面临染疫的危机也非常大 每天都需面临不同的民众 为此 先人员张阿泽也结合三星企业 救国团南投县同委会 以及立委许舒华 前往民间相公所 赠送多项的防疫物资 救国团南投县同委会总干事 邱冠章表示 防疫的工作不仅只有警消 医师人员站在第一线 公所的服务人员 平时也需为民众来服务 因此在接触人群的部分 也是高风险群 也希望借由防疫物资的捐赠 能够给予他们最佳的保护力 我们救国团今天 也特别跟我们张家者张艺员 一起到我们民间相公所 来制重一些防疫的物资 因为其实防疫的工作 我想不应该只有 警消跟医护人员在第一线 其实像我们公所的同仁 其实平常也要接待我们 来做各项乡民的一个服务工作 所以其实他们也在 接触人群的部分 其实算是高风险群 所以我们也特别说 制送了一些防疫物资 然后我们主委特别还制掏腰包 购买了防疫的面罩 要来给我们的公所的同仁 来做使用 希望大家一起 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 先议员站阿则表示 现在疫情持续蔓延 相当感谢三清企业 救国团以及立委许舒华 共同响应这次的捐赠 这次共捐赠口罩 面罩 酒精等多项防疫物资 也期许在防疫物质的捐赠后 公所的人员能够持续为民服务 并保护好自己 今天很感谢我们南投县救国团 还有我们盛庆社单位 跟我们许舒华委员 还有我一起共同来捐赠口罩 还有面罩以及酒精等等 非常重要的防疫物资 给我们民间相公所 每一个同事来做使用 希望他们在这个防疫的期间 做好选民服务 做好民众的服务之外 也可以保护好自己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防疫的期间 都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一起继续加油努力 现在疫情严峻 先月扎折 也感谢所有捐赠难为的爱心 在疫情期间依然响应公益 也呼吁民众 记得要落实各项防疫政策 保护你我的健康 记者区文俊民间采访报导